那個如果你也想聽的話就按讚就可以了 那讚的數量越高它可以給我唱得好 然後只要按讚的話我就會先回答 然後等於是說隨時一面演講一面提問的意思 因為我知道說有時候我這樣子通通不覺得講的時候大家不會想打斷我 但是事實上這個方式就是說我可以一面講 大家一面想說可以想要我講什麼這樣 那像現在已經有一點按讚就很棒 然後在想要討論一個題目的時候我會把它這樣高亮錄起來 然後討論完之後我會再把它收回去這樣子 這樣應該OK嗎 所以就隨時想到什麼就扣上去 那如果比較不習慣打字的話就直接按桌上的那個按鈕就直接就舉手打也就對了 那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這場是沒有直播然後拍的話只會拍到我的畫面 那我們事後會把這一個整個錄影都上傳到YouTube上面 然後大家未來也可以參考這樣子 那剛剛主分單位說我們在等個大概三分鐘 那就因為我們知道泰國這邊就是會陸續有人進來嗎 就是遲到早退了所以正常 那就無緣的電視 阿倫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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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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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